要試驗這些高性能的指標 實際上讓我看來 試驗就是兩個大的問題 一個是要先進的設計理念 第二個呢 叫採用最先進的這個技術 我現在在科大 參加超級饕餐專制的這個預言 我們叫做第三代對穿機 它就是採用叫做 大叫殺腳 那個craft waste的這種對撞 這是一個全新的一種對穿理念 我們的目標是要 比北京政府的對穿機 要搞兩個量級的亮度 所以這個亮度 你是不可能提到那麼高的 那只有通過這個先進的理念 才能到這個亮度 這是一個設計理念上的變化 技術上來看的話 我在同時在高等所參與高等所 那個CPC加SBPC SBPC是超級直直對方級 我們高等所的這個團隊呢 就提出來 我們要用未來更有潛力的 基於鐵機超導的 這種線材的技術 我們希望花20年 更多的時間來發展這個技術 這種更新的技術 我們可以得到更好的這種性能指標 漁和在這個保持國際領先呢 按照我的理解呢 這個大科學端子建設要有前瞻性 利於現有的技術 或者現有的設計理念 可能你一下子做不到 你真正想要達到這個指標 那我現在要基於一個 目前能達到的水平 我做一個設計 然後同時呢 我要為未來的發展 要預留空間 跟技術的發展 還有新的理念的實施呢 有這個空間出來 有這個空間出來 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要來看 我們幫我們